我是苏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拓来福来到了河南开封 在开封有一个清明上河园 这是一座根据清明上河图 被蓝图复制出来的园林 走进去之后 要不是看见手机信号还满格 我真以为自己穿越了 看 迄今未知世界上最大的一幅清明上河图 是石雕的 你知道清明上河图是谁画的吗 张泽端 清明上河园里的大部分建筑 都能找到文献记载 就比如特有名的红桥 原文上写的是 奇桥无助 揭一句目虚假 诗一单那字不认识 宛如飞红 要把这句写进作文里 隔壁班乌老二听了之后 都会浑身发抖 人挺像宋朝的感觉 你去过宋朝 我看过电视啊 最近在看蜻蜓乐 你看这个 这个是江泰公钓鱼 这多少钱一个啊 20 然后一抓一下 你可都脱了 真的见得 行 江泰公钓鱼院长上 我以为他会现给他捏一个 可以捏一个 就是要邀请他 就可以捏一个泥 捏我的就算了 对 赔了 太费灭了 哈哈哈哈 你到底多少钱 这10块钱 还可以吧 不可以 哦 那马长 哦 知道 多快 园区里随时都会有演出 差不多说的也都是宋朝那会儿的事 有人说了 我就想看看武松他们家那件事 那你是真来错地儿了 不过 刺激的倒是也有 比如这种 开跑 感觉怎么样 我快聋了 天真还好 园区的工作人员全部穿着古装 一个个看上去抖擞得很 我猜测 有不少大漂亮来这儿 可能也都会做同一件事 我想去穿送服 好 那我这儿可以 可以买 可以书 可以书是吧 对 好 每十块钱就先回 晚上8点去切还 哦 我想要 可以哦 馅儿一点的 帅气一点的 帅气一点的 谢谢 视频做到这个程度 我淡淡地觉得 背景音乐有那么一点儿不合适 那就换一个 还可以吧 这比你想象的能够好看 是的 那走吧 哈哈 你是真汉子 我可以和你自拍吗 可以啊 谢谢 哈哈 我都不会走路了 你跟一个宋朝的人一起走 什么感受 你以后就穿这个吧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睡觉 不过一觉醒来之后 整个园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人都没有哦 晚上的清衣上车园 挺漂亮的 真的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的 各种灯笼 你害怕 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 不过现在演出好像有几个大漂亮漂亮们在跳舞啊 猛拍照 现在已经都闭圆了啊 你说万一咱们拍出来视频里边有一个韩福小姐姐在那创业 不可能 先一会儿你再去给我拍照 哦 谢谢 不客气 你白谢了 哈哈哈哈 事情是这样的 后来福提前预定了一碗清明上河园里的酒店 之后他惊奇地发现 预定酒店就可以免去每人120块的门票 和一天25块钱的停车费 酒店一碗的费用是400多块 我数学不好 找个人帮忙算了一下 这一趟好像还挺赚 但是在没有游客的清明上河园里 发生以下这种情况应该不算少见 怎么迷路啊 害怕 我们看导航吧 看导航不是真害怕 我给你讲一句故事 不想 哎呀 不好意思 别人一走就想 我扛着这个 像八戒 嘿嘿 灭灯了 嗯 所以我们就回不去了 你看个千语千询吗 看不过呀 你要是变成猪怎么办 待会儿我们会不会看见无恋男 这个关系就在 就在这边 所以圣经过去就是了 看 除了晚上没人 早晨要是起得早一样没人 反正呢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两天一夜的体验 我觉得还是很爽的 下一期带你看看 我们在减肥开始前的最后一次狂欢 这边就在这边 请按照顾接着 complete 目的 文字幕志愿者 刘明